我在找快遞 我在聽 就送個箱子 大小 我需要正確的數據 長一米半換半米 重量 七十公斤 地點 送去給大湖公園一位叫做李 你不用跟我講人名 明天早上七點半我會準時送達物品 如果沒有人收件我會直接丟在地上 東西不見我不負責 同意嗎 如果同意的話我們就成交 快遞是個精準的行業 快遞是個精準的行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utro Check the hitlist, how we twitch it What change but the name, ain't nothing but big things Check the hitlist, how we twitch it What change but the name, ain't nothing but big things Check the hitlist, we still here You're rocking with the bad boy Bad boy 不管你是不是專業的Transporter 我相信任何人只要看到新的M5 都會覺得它是一台很漂亮的房車 事實上在去年我試駕了G30的M550i 我對於新的M5已經充滿了遐想 那如今開過了F90的M5 真的會覺得這是一台性能高深莫測的房車 而這個感覺就有點像是 一個伸手矯健的運動員穿上的西裝 而那個西裝還是頂級的定制西裝 所以你坐在M5裡面 你會無形之中產生一種優越感跟自信 新一代的M5你從外觀看起來 它其實並沒有比M550i微猛多少 那當然它還是採用寬車體 所以說你可以從葉子板上的專屬試灰 看得出來它略寬一些 但是我們今天試駕的車款 它是配置的Racing Package 所以它前後都搭配了20吋的胎圈 在視覺的威猛度上 又比之前要來的提升一些 那當然在車體的打造上 新車型它的剛性表現更好 而且又有輕量化 主要除了它大量採用鋁合金之外 還有搭配複合式的碳纖維材質 那在內裝的承設上 當然以M550i來講 它一樣是可以選配一些比較獨特的配備 但是M5在熱血度上硬是更高 尤其我們試駕的車款 它又額外的選配全車的擠皮 而且還包括它的中控台 都是採用真皮的內裝包覆 就連縫線都會讓你看起來感覺更細緻 但我覺得最大的特徵是它 擁有M5專屬的座椅 這個跑車座椅呢 不管任何體型坐在上面 你都會覺得它的支撐包覆性真的很棒 而且是涵蓋你整個肩頸的包覆力 那在方向盤的設計上呢 它上面則有兩個M1跟M2的紅色開關 這兩個紅色開關可不是飛彈發射器喔 它是可以專屬 就是讓你去調整你的行車模式 比如說你可以在iDrive的系統裡面呢 去調整 那你就可以用簡潔的快速鍵 你在M1你可以設定2WD模式 在M2呢 你也可以把它設定為全部是Sport的狀態下 所以說你一旦遇到了需要戰鬥 而且需要纏鬥的情形 你只要按下M1的按鍵 這時候呢它的引擎表現跟變速箱的換檔反應都會不一樣 而且就連方向盤回饋的手感跟變速箱的接合速度 都會讓你覺得更具戰鬥力 說真的上一代的F10 M5加速表現已經讓人家覺得 哇這真的很快 但是現在車型越來越精進 所以我們光是4M550它的加速表現又比上一代的M5更快 0到100的加速呢 它可以在4.1秒完成 而且這是我的實測水準喔 所以現在新的M5在我手上 哇它吹油起來的感覺 我只可以用狂暴兩字來形容 排氣量同樣是4.4升的V8 Twin Turbo引擎 經過不同的調校 當然它的引擎內部的基建結構也不同 而且噴油壓力也提升到了350分 哇它的爆發力可以炸到600匹的最大馬力 而且扭力呢則有76.5公斤米 0到100加速可以在3.4秒達成 0到200只需要11.1秒 這些數據其實都已經算是超跑等級了 而且你只要再選配Drives Package 你知道嗎 它的極速可以突破300公里 所以開著這台車你還可以跟高鐵揮揮手 M550i的四驅系統會讓我有一種高深莫測的感覺 但M5呢在純四驅的模式下 同樣有這樣子的穩定度 那當然它在設定上會讓你覺得有更高的樂趣 除了它有純粹2WD的模式之下 還有一點就是它在四驅情況下 它有分為動態穩定系統全開跟動態穩定系統開一半 那個開一半呢就是進入了MDM的狀態下 這個狀態下呢它的防滑跟動態穩定系統會延遲介入 而且這時候它的四驅也就是4WD的Sport呢 它會把動力分散在後軸 等於讓你想有靈活的過彎表現 但前軸又有足夠的抓地力 所以說讓你在過彎的時候又快但是又穩 同時你可以保持車體很好的穩定性 就是開快也不會害怕 那當然這台車呢它唯一跟M550的差異還有一點就是 它沒有主動的後輪轉向系統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很怪異 為什麼M5反而少了主動後輪轉向呢 其實也不難理解 因為這台車它有2WD模式 它可以進行甩尾 如果這時候它配上了主動後輪轉向系統 它的彎道極限相對的更高 你的後輪可能因為太穩定而甩不出去 很難想像現在的性能房車 它的動力等級居然可以零駕超跑 這台M5它有600P的強勁動力 在四驅模式下 你遇到惡劣的氣候 或是你不熟悉的路況的時候 你全油門加速你會覺得 哇它的彎道極限真的有一種高深莫測的感覺 而且在全油門直線那一種沉穩的感覺 你會很難想像 這台車居然可以做得這麼棒 那當然 你如果想要體驗狂暴的激情 你只要動態穩定系統關閉 在2WD的模式下 你可以享受它後軸 主動滑插的那種調節 它可以從0到100 那種LSD作動 很線性的 讓你享受甩尾的樂趣 整體來說 這台車算是又好玩 而且又安全 那當然它在跑車微管開啟的情況下 那個感覺跟M550i一樣 就是大概在兩三千轉的時候 後座還是會想聽到那種低音的共振聲 不然整體的表現是激情 是好玩有樂趣的 說真的我不知道我今天後箱是載了什麼 傳來蹦蹦蹦的聲音 該不會是人吧 我還是下車看一下好了 嗨 啊怎麼不是舒淇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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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